《老家坊》第21章第34至36节 李明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李明的心 哪日子就如同网罗 忽然临到李门 因为哪日子要这样临到 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事警醒上上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暂立在人子面前 好了 今次我想直接这一节的经文 跟大家去分析 关于这些不预备的死穴 谁为止死穴 因为现在我们相信 听完这几个礼拜的信息分享 大家会看到原来 我们在信仰当中一生去预备主花 其实是我们熟灵操练的一部分 而你会看到整个《新药圣经》 有很多地方都是记载这件事 包括启示录 既然理解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帮这些人 会不会有些人是我们不能帮的呢 有些人他们根本是自今堕落的 而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事呢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圣经》去看 《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 对于预言 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剩下的预言一定是主花 因为很多《圣经》家都说 《圣经》里面大部分预言都应验了 其实剩下就是主花 这个预言还没应验而已 所以我们详细去理解 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不预备的人的死穴是什么 OK 也就是说 本来说就是 就是信仰致命的地方 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即分清楚 有些人其实他的信仰已经死了 其实就已经死了 因为就如《圣经》所说 要我们不要让这些贪食罪走 这些金星的思虑去累住我们的心 有些人不单止 已经让那些完全累跨的心 他还要四围让这些思虑 这些贪食罪走 去累跨他身边所有人的心 当我们详细从《圣经》里面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自处 进一步去自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说 关于末后的预言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当我理解真正的目的 你就会慢慢分清 哪些人是辛苦 哪些人是童女 哪些是奔俠 哪些人是会落在永远的哀哭切齿里面 第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预备煮 为什么我们要熟 《习经》里面关于主翻的所有预言和教导 第一个理由 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23节 就如我所说 当我们理解了《圣经》所有预言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敌基督迷惑 我们不会一个人走出来说 他是救主 那你就要相信 UFO也要相信 打猪子也要相信 对不对 原来当我们对末世越理解的话 实际上 我想你知道很多教徒在这个时候 已经放弃想对末世去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末世变化得太大 而已经慢慢变成一个阶段 不熟悉《圣经》的人 那样东西已经变成混乱与迷惑 但弟兄姊妹 也是因为这个世界越变动得快 我们就越要看清楚《圣经》 怎样教我们 圣经怎么一早点穿了这些迷惑 使得这个大稀奇 不能对我们产生功效 因为《马太空》第24章 讲到第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熟读和演习 关于末后日子 关于主回来的日子 这些真理 因为第24章第23章 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子女说 基督在那女 你不必要相信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张约起来 显大神即大奇事 躺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你见不见 原来他说 就算连以色列人都迷惑了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熟读这些预言 因为第25节就这样说 看我预先告诉你们 既然是主耶稣预先告诉 关于末世的事件 那我们需不需要明白呢? 既然是主耶稣预先告诉 我们关于末世的事件 那这段是否预言呢? 所以原来当我们理解了预言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会分得到假先知和假基督 明白吗? 我想让你知道 就算主耶稣也被人说 他是假基督 主耶稣也被人说 他是异端、假先知 但你相信谁? 如果你不认识圣经 别人说你就相信 你觉得盯死主耶稣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想让你知道 第一件事 敌基督会做的 就是去毁谤所有属神的子民 所有真正跟从神的人 都要被毁谤 所有真正跟从神的子民 在末后日子都要面对 以莫须有的罪名 去冤枉他们 但是你不认识圣经的话 别人说你有信的话 就算你活在主耶稣的时代 你都会放弃主耶稣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熟悉圣经 因为这个时代 越变动得快 你会看到很多懒惰的一徒 就越不想知道 因为变动太快了 要用他的信仰去解读 现在现代变动得这么快的迷惑 很多人直接索性放弃 但也是因为这样 你会看到这些人将会认责作父 老家方第21章第34至36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聚酒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 昏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上上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暂立在人子的面前 那日子得以暂立在义 一夜默想于心女 最真你是最连人妥狂 若用山仓天态去 最真你仍然存在 终可信靠 战终可信靠 没法舍去 心坚守真理 绝不疲惫 奔吐天架去 除掉千里 心知主真理 历万年不敌 必不去 永必不去 是我依对 每日行业 永不过头 将真理记心里